在垃圾桶里发现好东西 原来是一颗没有根的兰花 像这种没有根的兰花丢的太可惜 今天教大家怎么去拯救这种没有根的兰花 大家记得先点赞收藏 避免以后找不到了 由于这个视频比较长 大家可以慢慢的耐心观看 可以让你学到不少东西 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处理的这一颗 就是用这个方法 现在已经长牙了 而且长了新根 而长了不少牙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一定要收藏好 我们把所有的烂叶枯叶 给它清理干净 因为这种枯叶很快它就会腐烂掉 腐烂掉之后 它就会滋生续菌 就容易感染到整颗兰花 我们把这个烂根清理完之后 接下来重要的一步 就是给它泡一泡生根叶 家里面有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的话 我们可以兑点水来给它泡一泡 激活它的根细胞生长 因为本身你的兰花没有根 如果长时间长不出根来的话 它也很容易挂掉 当然了 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 家里的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 平时我们也可以给兰花一个月浇一次 大家看到没有 像我的兰花一个月给它加一次 现在已经长满了大白根 而且长的新芽也比较多 我们先给它泡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它吸收生根叶 激活它的根细胞生长 大家在处理的时候 别忘了清理干净一点 因为有一时间的关系 我这棵搞的就不够干净了 所以大家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处理干净一点 接下来我们用上这种核砂来栽种 因为核砂它不容易滋生 续菌不容易滋生病害 同时它又比较容易诱导兰花 长新根出来 所以我们用核砂来种这种没有根的兰花 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材料 我们种好之后 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护就行了 每天给它喷一喷水 因为它没有根 没办法正常吸收水分养分 每天给它喷喷水 保持这个叶片有湿度有水分 未养的话它容易挂掉 平时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生根叶来给它浇 连续几次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很快长新根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顺便给它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兰花容易出现烂根呢 第一个就是平时浇水太过于频繁 动不动就给它浇水 因为兰花它是幼稚气生根 频繁浇水它很容易积水就烂根了 第二个就是土养的选择 很多坏友用的是什么营养土泥炭土来栽种兰花 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闷根烂根的 所以我们养兰花呢 建议大家自己去配一些土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六合一兰花中用土 这种土的话呢 大家想要配方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给这个配方 大家回去可以按照这个配方自己配 也能养好兰花 好了 这就是如何拯救一棵没有根的兰花 大家学到了 点个赞吧